新闻首先来关心下午发生的这起规模6.3的强症 在嘉义阿里山造成了一名登山客死亡 而目前消防署统计共有二死一失踪 二十亿人轻重伤 带你来关心各地最新的状况 整座山被杀成笼罩 触目惊心的影像被路过的民众用手机记录下来 上传脸书 位于南投县信义乡二号下午发生地震后引发落石 同样位在信义乡的合设森林园区 也拍到土石漫天的景象 十分惊悚 二号下午1点43分发生瑞士规模6.3的浅层地震 深度只有10公里 镇央就在南投县仁爱乡 几乎全台都感受到强烈摇晃 气象局第一时间发现 这次的地震和十多年前的921大地震有相当的关联性 它是今年的规模也就是释放能量最大的一个地震 它跟921大地震是有一些关联性 因为921是台湾百年来陆地上最大的地震 那它在陆地上特别是在南投地区造成很大的劳动 在云林草岭测得最大6级的震度 其他5级震度分别出现在南投日月潭 彰化二水台中大渡等地 花莲和台北分别是4级和3级 正央南投县灾情频传 竹山天梯也传出土石崩落的灾情 目前有一千多人受困于竹山 锦销镇全力抢通中 那我们现在就要尽量把这个交通把它抢通 让在天地上面的游客能够赶快来下山 这时候在土石的另外一头 传出有民众遭落时急伤 空情总队紧急派出直升机前往救援 无独有偶 太极峡谷也有另一伤者等待抢救 空情总队疲于奔命 西头妖怪村也传出民众遭掉落铁皮刮伤的意外 目前仍在医院抢救中 气象局表示 未来不排除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 民众要多加留意 UDN TV综合报导 MING PAOCIO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